終於來到郭教授這邊現場了 進來直擊看他正在幹嘛 這就是他的工廠 有沒有 人在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面手 哈囉 在T-talk可以打郭教授就會看到他了 我是郭董 來 你看 有沒有 很多種樣式 很多種樣式 來我們 來問一下 為什麼人鍋子那麼厲害 我們就是這個底下 它有這個吸熱片 它會讓熱的時候比較集中 而且非常均勻 它會吸收很多的熱量 熱就不會跑出來 我上次拿一隻回去啊 那速度真的快到超扯的 我拿一隻小隻的 比這個還小的 這樣子兩隻對比 這個才開始冒泡的時候 這個已經快滾了 再來就是 我摸的時候 它可以摸到這邊不會燙 那一般的 我摸到這邊就摸不下去了 因為太燙了 那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最主要它這個底下是鋁吸熱片 它的熱就不會跑出來 速度很快 而且可以省大概三成的瓦斯 可以省三成的瓦斯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熱 它不會往上飄 因為它的熱都集中在底部啊 它都在裡面了 速度才可以這麼快啊 它的功能 就是讓所有的熱集中在這邊 導致這個熱不會擴散 你這邊是沒有溫度的 那你現場整個廚房 就是不會讓你感覺到很熱的 那你現在這邊有大概有什麼鍋子啊 我們有雪蘋果單把鍋啦 我們有三種尺寸 小隻的18公分 這個是中間的20公分 大隻的22公分 那我影片的啊 就是你手上拿的這一隻 那跟這個手把 不一樣耶 那這隻是比較高級 我們這個是升級做不鏽鋼把手的 它就是非常耐用 因為這種的話 比較怕摔啊 所以喔 這個就是強化版 那我現在呢 準備就是進這些 那如果有人要這種定做的話呢 在私底下跟我私訊 那我這個要拿十隻葵去 讓大家來買來用看看 郭教授的帳號 歡迎關注它喔 它不是只有賣這個喔 它還有大樣的鍋子 謝謝